说最近呢在河北邯郸的一家幼儿园里头啊 发生了暖心的一幕 班里的小男孩呢 欣唐老师蹲着给小朋友们喂饭 就默默地搬了一把凳子放在老师的身后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当时这些小朋友就看到我蹲下来的时候 他就自己把把子给我放到后面 车车地放到后面 当时我真的我一点都不知道 后来我发现之后 我坐到上面之后 我就觉得我带小朋友 他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温暖着我 看看这小暖男都会关心人呀 咱们说呢碍事相互行为 体谅辛苦懂得表达 小朋友们棒棒的